大家好,我叫Dicky 我现在就是一个助理行业务员在健康博士团队 我记得8年前第一天面询 有管理人问到你接下来会在DKSH的发展 我记得我回答过他一句说话 就是有朝一日我会带一条铁 现在这一刻我是兑现了我的承诺 最主要是跟一位専业务员合作 再加五位同事 我们定期都会跟同事一起出现 去见客户、药剂师、医院和医生 当中有包括一些教育 分享多一点的经验给一些比较尤业和尤业的同事 看看他们的区域有没有有机会 去有个商业务 DKSH Healthcare Team 其实在我这8年都给了很多支持 当中包括Working Holiday Program 其实在七天里面 我去了另外一个部门 了解多一些公司不同部门的运作 另外一边商就是DKSH对我的认识 有一年参加了一个Sales & Marketing Award 我就入了头三名 比起以前的思想是成熟了 是更加认清楚作为一个领导 如何去领导这一系统 也都了解到同一系统的 这一系统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我又会觉得人会比较重要 作为一个组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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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织 另外一边商是你的心态上 Tylerские fotografía 但是我认为了ユーダ el escol 在DKSH Healthcare Team的契组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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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组绍 él Perfect thing. This is also has invested. Theestehting through other enterprise 而且不會用了框框 所以我和同事工作的認識比較大 不論上司和同事 他們每個人都很有人情